大家的伙伴 今天是我的法度 這樣一個一個請訪 我是法寶聯盟 副委徒劉志堅 很歡迎 我們今天有這個 從921到206 面對天災 家遠銅電 霍翔的座談會 這座談會 請到謝志成教授 謝志成教授 在921的時候 921重建基金會 執行藝術 一年都在 我在一家會合 影院長 受重建 很多個月 一座出動 我們一部庭 0206 另外台南的一個災害 這災害 也很不幸 我們有一百一十七人 貴姓 其實 不只是天災 如果對建災來講 甚至是一種 謀害或謀殺 我自己就是一個 頭部革命書 成本我們 劉俊修會長 他也是在交大土木系 也是土木控制師 我相信這對我們都是很 很變小的事情 我們用經驗我們這個土木 也可以 這個座 無法做一個安居 一個安全的建築 我相信這個 開始 我們就請我們的主辦 陳曼莉立委 劉老師 謝老師 還有就是在座的所有的夥伴 大家好 我是陳曼莉 今天其實我們跟那個 台灣環保聯合一起來辦 這樣子的一個座談會 主要的就是說 長期以來其實大家會看到 台灣環境的問題 那當然也從環境問題 影響到我們人的家庭 甚至家園 還有我們的生命 所以這個其實是還蠻 連貫下來的 那我們就想想是說 如果是說我們透過這樣子的 一個分享 因為像 謝志成老師過去從921的時候 他就開始投入到這個 921地震之後的一些的重建 甚至他有一段時間也在921的重建基金 所以我想是說 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下呢 過去曾經發生的事情 而且也造成很大的一個傷痛 但是看起來 他的頻率 在台灣的頻率 1999到現在2016 看起來他的頻率還 不是太短 不是太短 所以呢我想過去可能我們台灣 對這個部分 雖然我們有那個法律 有災防救濟啊等等之類的 可是呢我們現在也發現 可能過去的東西已經不適用了 可能我們在這個部分 還要再繼續的加嚴 加嚴 然後讓我們的 我經常在想 我們如果能夠 台灣人都能夠體會到我們的天災 包括颱風啊 淹水啊 包括我們的這個地震啊 這些都能夠把它整合在一起 甚至還有些人過 包括核電廠 它可能萬一發生意外的時候怎麼辦 所以我們其實應該喔 把我們台灣人都訓練成為一個 非常棒的一個 就是說我們是一個 自己本身很有經驗 然後我們也可以去幫助別人的 所以我們都是我們的那個 防災高手 我是希望有一天喔 我們大家都是防災高手 知道碰到什麼情形的時候 我們能夠做什麼事情 那我想說今天的這個座談會呢 也希望大家從這個裡面 看看過去 然後看看現在 然後我們想想未來該怎麼做 那我也很感謝環保聯盟的副會長 由這間副會長還有就是 謝士誠老師 他們都能夠來跟我們做這樣的一個分享 那等一下 那個劉俊秀會長也在這邊 你怎麼沒聽到進來 沒有 我在這裡看 沒有 我在這裡看 沒有 你在這裡看 沒有 他在這裡看 沒有 他在這裡看 好 那我們今天就 先謝謝大家 那我們想說 就希望大家今天收購滿滿 謝謝 謝謝 陳偉妍 來 歡迎 來 歡迎 現在我們 陳偉妍 來 歡迎 謝謝 說真的 這個 台南這樣的災變 我個人都認為它是一個 一個一個 是不是天災 在安全程度上 它不應該發生 類似一個諸謀殺 一百多人 就是蓄意啊 那種災變 那 即使災變通常也都 少數的受傷 那我們現在今天的這個經驗分享 其實更認真一點應該是 在921的很多的經驗 可能對目前的一些 不管是法令或事務 請謝教授來幫我們做一些 一些分享 那 接下來我們請劉會長 一樣 討不討論書 我實在是很抱歉 很討論 一樣我們來這邊 接下來是劉會長的 繼續的補充跟分享 我們時間 我們時間 沒有太多 當然我們說信仰進行結束 請大家 盡量來 了解跟提問 好 那我來請 吹調書 好 各位朋友大家 麻煩大家好 客氣了 我就選擇了 我直接選擇主題 今天這個內容 其實在春節期間 都已經在網路上面 這個流傳 我大概今天算是現身 向大家來做解說 好 我坐了 因為那個 沒感冒 咳嗽 所以 那個 第一次要嘴巴 麻煩大家 傳樣點 OK 這個 我就直接選擇民主題 當一個在發聲的時候 大家都在說的 兩項目 這項目的就是 法律的問題 那 到底要不要緊急命令 要不要特別條例 還有沒有這個 法律該要修正的問題 每一時間去 這三項目的照片 因為過期 久以有做 緊急命令 後來 爸爸選擇的時候 他就 麻煩大家 不愛發佈緊急命令 很多人都慢慢 說 他沒有中心 這個摩拉特同在 這個在他的感情 但是那個時候 一般民主 有 拜託我中的 這個 緊急命令 到後來 收 後來提出的 老闆說 什麼 我有常 我有說 後來 後來 這個 九一以後 所有頂頂的 這個 災壓的房間 做一個批評 那 隨時上 大家都說 我媽的 我自己說 是對的 是對的 可是說 就在 那個時候 他廣告的 前期命令 到後來都落實了 災壓的房間 我的房間 有很多 我只是 第一項 因為 災壓的發行 以後 要違反自己 違反自己 這些規定 在災壓的房間 第四十三項 一定有 後來 後來有十幾項 到災壓的房間 所以 平貴的這個房間 都放在 典型以後 這次 二零六 提到 沒有人 又提到 一支美町的事情 這算是一種進步 算是一種進步 那來是說 要收 要收 特別條例 沒有 這是我的看法 就是說 尋常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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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寨座を 有很多 那年的 寨座 墜座 有很多 是不是墜座 無den newest 当 city 有43條的幾條 透過遺返稽疾的方式 索綽經費來因應 第一就是說 以來這個中間的情學節目 有十九條非頂特別料理不可 這兩個苦惱 我第一時間的判斷是 因為我是台南人 所以我先進去的時候 我去台南 所以我的判斷是 應該也要頂 因為頂特別法 後面就是特別預算 特別預算就是舉債 特別預算就是舉債 所以 我的判斷就是 不然頂特別條例 頂特別條例 大家都會順便說 特別條例特別浪費 當然這段話都不能公開說 公開說對 順便的人是最上來 可以順便說 我都不知道該怎麼 算是順便說還是公開說 公開說 哪個都會順便留存 過程其實就是這樣 也要看 通兩千月的特別預算 到後面是去射核酸角質 三十塊做多少 莫拉克風才八八 特別預算也很趕快 所以我就是 不然頂特別條例 但是是因為 這個障礙防救法 有沒有完備到 可以因應這一次的災難 我來看這個 這兩次大型的災難 這個特別條例 跟障礙防救法的關係 我們看 障礙防救法是由於 發生以後 發佈的一個 這個 這個發佈的 他有像 這個 特別條例的一些 條文 放進去 災難防救法 後來 兩千月九年 發生這個 莫拉克風才的時候 也有一個特別條例 他也有些條文 放進去 災難防救法 過程也有做很多的家 想像 這些想像 我們不會說 很多都是說 災防架構的問題 都說政府該做什麼 該怎麼處理 他對少爭的人 他很關心的問題 他說 過去 九二一 過去 這個 莫拉克風才裡面 有些對 受贈的 薪酒 薪酒 薪花 薪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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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些很好的 這條文 我認為 這條文 可以放進去災難的方向 做醫療 我像災難的時候 可以拿出所有 所以 我 那個時間 就是 坐下過年 坐下過年 我一天 我就 將那些改修的標文都寫出來 我第一個要改的就是第四十四項 第四十四項就是說 這個信材要重現的時候 就必須要檢放 檢放的利息加計 利息加計就要由政府來做補貼 這補貼是誰要做的 過去政府很模糊 由各級政府編列預算 各級政府是什麼叫做各級政府 政府 中央 縣市 到鄉頂 鄉頂要出貨 鄉頂也好 管齊也好 算得要給幾項 他也沒有經營 和這些銀行做交接 所以乾脆就是 全部由駐台基金來提供 這駐台基金特徵的財源 說起來是越來越少 我們這是兩千控制的時尊 民進黨執政的時尊 三大跟住宅有關的基金 就整合成為住宅基金了 一開始有1,2月 現在像5、6、8月 規定說大家都要拿 就是大家都要存取多住宅基金拿錢 住宅基金有規定說政府 政府要 隨時要放花錢進去 結果政府都沒有放錢 都要存取多住宅基金 所以現在是住宅的就這樣 所以未來這是另外一個個個點 住宅基金在原來一千多億是哪裡來的 就是三大基金什麼國金 還有金工校 還有國債基金 現在我有另外做一個叫做 如何認識住宅基金的PowerPoint 現在我們未來經常說要做社會住宅 社會住宅的錢也要用住宅基金收拾 現在在請住宅基金 現在國民統計劃又 財務調度困難的時候 拿一百億 拿兩百億 住宅基金得去股票是什麼 沒有 住宅基金就放在營建署的一個 營建署有一個零建基金底下的一個住宅基金 現在有關中基收入的 租金補助都是由住宅基金來支付 他在 放在營建署裡面 好 所以很多 還有很多主管來當輸用 不可以 不可以 不可以不可以 那第二就是這個 這個原貸款的協議承送 就是說我本來有貸款 本來有貸款是不是現在房子沒了 是不是拜託小孩認賠 認賠 這過去就在他的時候就有這種條文 認賠的部分小孩會升上了 就有這個住宅基金也做到二十個補充 這是我建議的條文 但是這個行政議 行政議就是擴大一個事 從莫拉哥風災裡面的協議承送上去 莫拉哥特別在美國裡面有一條就是說 土地也可以讓政府 拿一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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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因為莫拉哥風災以後 政府為了要將山頂這些原貸民 都關掉的山頂 所以一陣 慈濟 市長會 宏石智慧 這些民間慈善機構 都在北地去永久屋 分配這些政府希望他開園區地的這些原住民 當然沒有 有一些漢堂 你如果來散打到我永久屋的時候 他就一個妖怪 你以後就不可以回去你的園區駐地重建 就是你的地都被跑掉了 所以有這種歷書過境 所以政府就答應說 啊 土地花啊 你這麼來 但是 雖然我們這樣做 但是有莊共整個莫拉哥風災 有做這種土地承受的 不超過什麼 所以我們如果 貿然的把這樣子的一個條件 放在一般的災害 以後政府的負擔會非常的大 你想這次的這個 這個圍貫一檔 剛才你如果想做他兩三百檔 你現在我帶你來拆你 這是一個人特別的 這個問題就是說 因為過境莫拉哥風災 山頂的房子 老灶 還是山頂的房子 因為你下來分配永久屋 不可以回去 沒有重建的問題 因為政府不同意你回去重建 但是你當地的 當日本的災害裡面 未來有重建的需要 你當土地過給政府 在這裡是政府因為 替你補湯家的貸款 他變成第一順位的抵押權人的時候 問題來了 他以後重建完之後 要去跟銀行貸款 銀行就不貸款了 因為銀行說 你第一順位 你已經在政府監獄了 銀行沒想要做第二順位 所以是非常有很大的困難 我這個男生是我很幾天生的 我很幾天生的 我很開心就是說 今天他們給我的訊息就是說 行政有大運 將這個土地承受的部分拿掉 因為我第一時間聽到他們 做的事情我就來那個 蕭家旭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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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做了一個重建的過程 用的是掌握的掌握 在掌握的掌握的掌握 所以大家都有來用 我分析這些意弊的掌握 所以我就接受 不像這個土地情緒的這些事項 但是我也掌握說 如果在日本人的信賴的時候 換民進黨這些領域 要求的事項的時候 讓我來討論你後面有什麼後遺症 後面有什麼後遺症 好 另外就是說 我現在的問題 緊張了一個概念就是說 新的財產和旧的財產 加起來有一定的力量 不像摩拉哥風災 新的財產和旧的財產的成熟 沒有限制 有些人認為說 現在350萬不夠 那350萬不夠 你進家沒關係 你進家四百萬也好 五百萬也好 但是不管如何 新的和旧的財產 一定會有一個總額的環節 這是站起來比較公平 比較所謂的可持續性的觀點 來講這些 但是我常常要丟心的就是說 每一組都知道我身的時候 說這些理性的問題 說起來是很討論的 這都是偏向事 不知道你是適合 還是我是適合的時候 大家要身品、自由 說我清楚 現在我聽說 要五百萬 要每百萬人都說 你還不敢錢 要七百萬 所以這個時尊公設問題 都難度很多 那來 現在就是這個第三個 要受盡的就是 這個 這個整頂就是說 載延期間 現在就是說 現在這個 金管會大臉就是說 載延五年 那期間利息減免兩馬 減免兩馬算 比九二月時尊比較好 過去 過去九二月時尊 他也說 載延五年 好好大家 競爛 大家競爛說 這五年要交利息 大家很高興 結果第六年 林鄉通緝的時候 哇 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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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將這五年的 利息 累積起來 未來要分 分的這堂圓 所以就是說 大家很高興 收到 這個 這段 大家騎得 騎得很不容易 你知道嗎 但是 到莫拉克風災的時候 他們就有注意 這個現象 就是 財源期間利息 免禁 就是 你後面出的 這個年限 整個往後推 整個往後推 那你往後推 公平的小朋友 是沒有算性 但是他們總是 多少哀 他實在是沒有算性 但是多少哀 他是沒有 沒有巴胸拿到錢 所以 就要求 政府說 你去哪裏 我再給我一次 所以 這個分析 你也不寫 這些人 所以 金門會 代表人 這反對 所以 有錢也會寫 這是沒有 我給你 代表人 對 我 各位 今天看到 這些問題 所以 我過年 一、兩天 拜託 這個 內進坡 中央銀行 和 蔡進坡 這些的 朋友 一條一條 都給我看 所以 應該是都 都OK 這已經都很安全 這已經提案 現在就是 中和所的稅辦 議價稅減免 這過期都有 我們政府就在說 中和過期的兩年 議價稅 議價稅 不要有資料 議價稅 就去投入這裡 因為 你土地沒有使用 所以 一天 如果你的土地稅 不可以拿去 我家 那去美食 所以 房屋水 也要 免免 免免 再來就是 這個 這個 免免裁判 占緩 免免裁判費 你 當受財後 要去 建廂做 過期會 可以免免 這次因為 是 台南市政府代表 裁判 過期 那些裁判 50萬 就是 跟 考慮的作法 就是說 這個不可以 解釋 要 要 要邀請 這個 這個犯人 免提供蛋白 這過去都有 都沒有情意 還有一個就是 中央首個稅 特別是臨時工作今天 過去八一氣爆的時候 高雄市政府去清洗財經部 臨時工作今天不能免稅 但是這過去是這個九二醫 跟莫拉克風災災民 因為一時間沒頭路 去領時工作今天 都可以免稅中央首個稅 這過去都有案子 所以臨時沒有辦法 你把這個寫下去他們就依法有據 另外就是這個特別預算的問題 就是莫拉下了你 由當時的政府 適災情的情況 如果以往積極的機會 還不足以 因應重見需要的時候 你就尋特別預算 預算法的程序 並奠定特別預算 就是不要告示因為有特別預算的需要 當我單獨有一個特別預算的需要 就去領一個特別的領域 所以就這東西下了 這項我所了解的就是 行政議員沒收到 行政議員沒收到這項 這就是 你原法的問題 這是我 過年幾天 台南的時候 鎖定 鎖下來的 這些 修正 我也有 你有快樂 我有超過的 這樣就是中間的問題 中間的問題 大家經常說你有機會去重建經驗 但是 我要告訴你 就是說 經驗 情緒 海底的一條山 說我這很舒服 真的我沒有便宜 這齁 這齁 這樣自貌行為才不太行 因為齁 每一組的災害的重建計畫都是唯一的 都是唯一的 就是說 災害的分子跟它的規模 國家跟制度的脈絡 發生地點的都市化程度跟 發生地點的文化價值觀 再一再影響如何管理成績的決策 幾乎到底是中時重建的速度 還是中時重建的品質 就是速度跟質量的全能 都是決策者 心來所決定的 所以 你說你經驗也經驗 只是常客的意義 要贏不贏 不是我們講的 講的就算 你要叫董關者 去拆除你的經驗 經濟你的身份 他是無人 他是無人 爸爸奉在的時候 行政儀叫我去 行政儀有一個婚姻 王清鴻拜託我去報告 只要給我五分鐘 財訊有報告這個什麼 只有五分鐘的報告時間 到時候 沒有要報告 因為五分鐘 要叫我去過期十年的經驗 交代行政是不可以的 他一個理由就是說 九二一是地震 八八是水災 兩個不一樣 這次 這次 二零六地震 和九二有什麼差別 就是 九二一是九二一 二零六是二零六 九二一是發生的中部 二零六是發生的南部 發生的地點不一樣 人民的觀點不一樣 所以 平衡只是常客的地方 所以 公共不可以再說 等一算 大家不要問說 大臺政有叫你去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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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還要問 我們要 我看法師一百三個而已 好 好 這是九二的整個災情 這人的希望 那些群伴頭的巫巫的聽動 到底這個情形之下 這個時代 整個重建計畫 五分公共建設 五分產業 重建 生活重建 住宅重建 五分四大年 五分四大年 但是 平衡這台財政 我們要說 兩個家庭有需要 兩個家庭有需要 一個家庭呢 就是 這個 生活重建 還有住宅重建 其他 比如說 這個採業問題 也沒有公共建設的問題 公共建設的問題 就是 一些好修順 很簡單 水公盤 都很簡單 所以 我們就沒有去說 這個公共建設 採業中這個問題 到底這個 這個修順的情形是怎樣 到底是 多幾棟 那幾乎 全是不足的 全是不足的 所有的幫助町院都完全 找不到 主要說 到底 二零六的修順的 經驗到底是怎樣 到目前為止 是不公共 這是 還不可以買的主要 這麼說 應該都要 清楚 要公佈 到目前為止 是不公共 這是 頂來賣的主要 這主要是 民建設的 每一棟 每一棟 到底是 集合住宅 裡面有幾棟 或是 頭天也有幾棟 有幾棟 這個主要是很清楚 好 所以我今天 第二點 大家介紹 這個家園重建 家園重建 這個家園重建 就是 你 建設 要將家園重建 動作 是什麼樣的工程 是由政府和民間 主導的 tunkey project 還是由 集齋 和自己主導的 所謂的 鑰匙打造工程 好 那什麼是 這個 這個 交付鑰匙工程呢 就是 政府 還是NGO 呢 由 部長 主委 這些NGO呢 我 替你們長處去去 我政府也好 我人氣也好 我自己找 家庭師傅 自己找他們 就像 天氣的 分給你們 是這 免費的 你們都免費 你們都免費 這就請求 莫拉克風 這樣子 處理 中國會處理 再後重建 就是完全這個 這個 這個有什麼 好處 當然有好處 金 政府做的人 有什麼 好處 賣家 當然 政府沒有這個 你平衡 風的 事情 在台灣夜寒的 走的時候 馬桶不通 啊 破 漏水 會不會什麼 實際去的 沒實境 紅十字位 去的 紅十字位 對吧 一定是這樣 啊 第二點就是 過去 過去 過去我們做的 我也一直 一在 強調要做的 就是 由受災者主導 啊 他自己去找 警察師 自己去找 規劃團隊 自己 發包 自己工工 自己處理 付費 政府法好 恩許法好 其他家的專業這麼好 都應該站在 協力者的強度 協助 這家園的 這個重建 啊 這件做的 當然有 很大的賣子就是 賣 賣 賣 大家都有一點 喔 不過因為有一個好處 的人都 都贏了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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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賣 賣 都贏了錢 所以這個貴靈都大家擦擦腦 會有 讓他們 藉由這個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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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助於 整個災後的心理復原 對未來的社會的領域 也有開心的所在 當然這個領域也有可能 因為重建了大家大活 看清了彼此 腰各種可能 有 但是也有人 跟領域很好的 全國都不聚餐 也有 所以 說好的方便 來講就是 建議這區的領域 不過一個大大的 觀念就是 營民更慘了 所以 你像我一位 協助這麼多社區 沒有一個人 他這十年 抹卡電話給我 說 市長 我們島有水 我們島會要安倍同學 要怎樣 因為我這次市就能說 街隆民島的事情 街隆民島的事情 我只是協助你們 處理他們的領域 他就輸行你自己出 他就照顧你自己做 他就照顧你自己做 他就照顧你 他就照顧你 他就照顧你自己做 因為我自己整間 整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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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回來 整間 再去 那麽 所以 這就有個好處 整間 就是 整間 整間 各地 是集合住宅 因為新時代有這種住宅的新代 集合住宅就是兩種修繕 重建 個別住宅也是兩種修繕 重建 所以我一人一人 要大家做簡單的概念 第一就是集合住宅 它把它倒下去 還是說判定 它是要拆除重建 它有可能的方式是怎樣 有三種經驗 其中就是原地重建 當晚來拖延 又起床 其中就是說 那個地方我沒有了 因為有可能失望 不想回到傷心地 就要求政府說 阿彌陀佛一塊塊 我過去旁邊的地方起床 這就是異地重建 有可能有異地重建 也有可能原地重建 這贏了才酸甜 所以一幅修繕的節目就是 要做合尊筆 要在這個附近找出一塊 宅漢人 異地重建的土地 先看那麼久 把你錄出這個 修繕的時候 會讓媽祥滿足他們的需要 第三種就是改賣的 但是我們錄的高的就是說 我錄一錄一錄 我過去旁邊就是這樣 錄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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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錄 因為錄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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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現在說要延遞重建 你重建 這個災厚要重建 一定有堵住 有人買 有人不買 特別是一些本來的大樓的投資客 我現在說我沒有住那裡 你政府的訪問裡面一定有這個 重構的優惠代表 所以我第一時間就拿這些錢去外面買房子 因為比房子家來說 房子家跟房子家是一樣的 所以一定是因為我們 不買房子不買房子 所以選委的法庭裡面 最好的工具就是都市更新條例 都市更新條例 過去我也是用都市更新條例 去做921的集合住宅 做總建 然後議題同建 對 一樣就是 那是剩一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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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跟大家說 有人要去 有人不去 這個問題 在義力重建裡面也一定有發生 所以也是要用都市更新條例 做這個工具 這都市更新條例裡面 對元力重建到義力重建的 都有相對的 這都市更新條例 有相對的 有相對的 這都市更新條例 有相對的 這都市更新條例 有相對的 所以要用什麼條例 我也都在這個地方 做古鐵的建議 這都市更新條例 來看 我的管道路 更新之後 要改更高 主婦不敢回去 我講的都是 社會淺賣的印象 都市更新 它是一個工夫 你找由這個工夫來做的狀況 不一定要找柔區什麼 不一定要蓋一個大庭的房子 不一定要蓋一個大庭的房子 我做的協助的六十三個大樓 沒有一棟大樓 我保證 沒有一棟大樓是要求政府提供農區什麼 沒有 比較多的大樓是本來三棟比兩棟 本來一百歐比八十歐 這是棟數減少 戶數減少 他們每一戶的這個持有的這個空間的增加 藉由這個重建改善居住品質 是因為有人搬家這裡更大嗎 有啊 就說有人要回來 先去那裡做什麼 所以說 但是你不要去那裡做的事 情人質的 你的土地的氣溫 你的增加 本來一百人 氣溫這個土地 現在像八十的人 所以每一個人還要出土地的錢 這個部門以前基金的 我就去保證 讓你不要因為 增加土地的氣溫增加你的股蛋 這就是用這個保證的方式來達成 藉由重建提高居住品質的這個目的 所以你現在要說什麼土地的條例 要想 我說不忙 每天都賣公眾級獎勵 說獎勵就好 賣公眾級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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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打壞掉 我們說 要走到市更新料理 是一大人以後 飛台北市 飛台北市 科留地的人員來說 要說我們剛才說起來是 說得很快 英國很多地方 政府的事領 說起來都比較簡單 也是要民間來做 也是要民間來做 民間要做的時候就兩種 另外兩種 我說的公辦都君 也是說起來 很多保證級高漲的公辦都君 到來也是委託 這個建設公司的屬私 你平常來說就是 自己是死 不然就是委託建築來做 但是那個地方 哪有建築要進去 困難 說得困難 所以一定要 走 這個社區的人 自己去做平行位 自己當實施者 過於我們協助 這個九一 這個集合住宅中間 百聞是九十都走到 我以前也說百聞 一百萬一是因為 最近會到火手 不會付人處理一種問題的時候 就拜託他們去聽 這個 委託建商來當實施者 剛才也有建築館 你一陣 兩千空人 空親的時 天氣比較好 所以就有建築館 你去做 那一陣子大家對 都市更先忙 慢慢熄悉了 所以就有很部分的段 也會去聽 這個委託實施 變了風險 好 你如果自己 要來做老闆 要來中間 剛才有兩個問題 這大家都知道 別的問題是人的問題 人的問題嘛 當然 有人的問題就是 有情的問題 什麼重要 都很重要 都很難處理 人啊 好啊 說到情人的問題 都很難處理 說到情人的問題 都很難處理 說到情人的問題 所以人跟情人 說來就是 這個小的 很難處理 OK 比如我們在台南 這個委託大陸來講 他現在有要 要求建商微商 也有可能的做 也有可能的去 要求各家微商 照目前的 這個新聞報道 對建商的疾恐 所以說 如果這個疾恐 對 政府也都難遲請就 所以這個情人 其實我們的建議 就是要做自救會 現在也有律師 走下去協助 做這個自救會 但是律師沒有私訊 怎麼說 他們都好怕被報復 被報復 被報復 住戶被報復 這是台南市 這是我們 美台的台南市 住戶會被報復 這是我們 為什麼 為什麼會被報復 你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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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個 我都會後再說 所以我的葛道 我對說 我們平民 這是 珠荷 千古秀松的部分 指標 因為 有秀松的部分 有包括是承受戶 承受戶 還是丟結的部分 對 承受戶 所以希望就是說 去做組織的專門去做組織 這要去做的人另外 重建組織 做這個要合作 你騎乘騎乘的人的立憑 譬如說我給自救費10萬 也要給重建費10萬 不可以啟動給重建委 重建組織 也不可以啟動給自救組織 他們的均勻 他們的均勻 這都發生過了 這是我們處理的經驗很清楚 所以我們都會鼓勵他們 要做 改空間的時間要站出來 像東新大龍 有些人叫他空間的時間都不知道 叫他簽名 或小小 拿出各種 反正吃虎的地方 他就沒有了 他沒有了 但他現在發到 我一回來了 都要調查說他也要軍 他也收在戶 所以我們都會鼓勵說 所謂的部分 一定要 拜託這些組合一定要站出來 好 中建的部分 不管是中建也好 不管是所謂也好 真正 也就是說 要有這個 熱心的人 要有熱心的人要站出來 這個人 一定要無私 無私 只要有彈發的 無心 真有可能 就是 化工 真有可能 就是化工 這 這 國牌就是 百親筆 那 剛才是一個 沒有辦法 這個沒有辦法 譬如 譬如 你 也有二三十多大樓 高票提供起來 那 就這樣 來亂 來亂 啊 租屬價呢 有屬性 齁 這 人 我就說人的 人的問題 可以處理嗎 人的問題 OK 這 你怎麼說的 都可以遺聲 這樣就是 錢的問題 那錢的問題呢 那錢的問題呢 說起來是 一般人 不是很簡單 我就跟人家做錢 拿去就好 但是 小人就不可以 打開了 你要做錢 要拿什麼 沒辦法 住了 土地 受罷的人 用一碗 要拿這些土地 你跟人家做 大家要回家 你怎麼躺下 也不可以 你說 小人 我跟人家說 這好就 壞掉了 再生不良 整個都 推翻了 所以 要重點 尤其是這些 集合住宅 要重點 整個人中 需要的 九專金 很重要 很重要 過期 我現在想想說 我現在不當權 所以我就建議說 中央有一個政災基金會 你知道嗎 蔡芳芳 是這個政災基金會 本來的 這個 這個政災基金會 這個政災基金會 在台中的基金會 應該要合作 把這個捐款整合起來 他現在看來 就說 等於 加上 台中的市政府 中國 沒有超過五千萬萬 所以 看什麼人 要做到 看什麼人 要做得到 參加我們過在 三個地方 方案 來推出這些 組合項目 像在日本的方案 我們來講一下 這是很大大 用簡單的說法就是說 你老下來 想要去的 你中間的規定中所需要的主張 去什麼呢 無錫給你做一種 無錫給你做一種 當你自去的好 有當國賓 去的孩子借錢 優惠代表 你負責的 你負責的人 這裡有一個股床條例 要發給他補償金 更新位要發給他補償金 然後取得 更新位取得那個產權之後 要再重建 你不可以嗎 三樓沒有 你三樓要去嘛 一二四七八 不可以 不可以這樣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直去 啊 更新位 這種的組織 是組合做組織的 不可以換線啦 連行政費用也要怎麼合作 他要去台電池 來支付給 不參與重建者的補償金 跟支付重建所需要的經費 對吧 欸 更新位 拜託你們齁 中間的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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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賺的 你去問 要怎麼問 別人說 因為我就是什麼意思 處理 處理 你一個房子 送一個平衆 你都去做 都不要說 你說我都 又有進 又有出 因為你們不是 民意大會 現在買不掉的 廢戟 廢戟 廢戟看 炭三四尾 按照 大家頑皮 去 填三四尾 每次 TRemia 炭三七尴 到晃到五六八 本來大家都沒有 這一個 騎好 軌頭 人 所以 就會難 所以 因為這種借助 我們很短 我們這個就會以後做這個小區 這個貴雲也有很大的風險 以前民進黨這庭很多官員都寫過 我們黨室長寫過 注意設置什麼 這個風險太大 萬一有人不完全 會把這個基金會給搞掛 寫過 當時就是民旗 民旗說 你問我寫什麼 我問我寫什麼 我看不懂 如果我看不懂 什麼文綽綽的 我看不懂 我看不懂 但是那些官員就說 做不一定有風險 不做一定有風險 因為那時候 原始一間 高鐵的黨室長 回到他們的法務 都要來查 這孩子沒有問題 我也要保護他們的工作 我都不願意問問 問問後 還有什麼心的問題 因為這些問題 我們都受到 因為很簡單就是 自己就相信 你如果 你要強調 我說 萬一萬一 萬一萬一就做不下去了 每一個世界都有萬一嘛 你要承擔嗎 這樣 所以 我做的也是很大的 很大的 很大的 現在沒有糟糕了 很糟糕 現在沒有人敢這樣說 我現在敢說不敢 是一段 沒有人敢說 人家糟糕了 發生什麼 家糟糕了 只有不願意重建的 沒有重建不成 我告訴他們 真的有重建不成 但是你們會不會 這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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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現你這份的 連五十八 的 人 都不想回家 利用人家 發生 你不然回到土地 法上的事件 政府 你都沒有過半 所以這份的人 這十多年來 你也不要贏 他在另外 看著這份的人 出來睡 他已經 地家會 譴責我 當然沒有協助 他們的情節 不過我一直 換他答應 我的答應 是因為 看不出來 民進黨有接種的事件 兩千塊八億 十三六億的時候 才要知道 兩千五十十多年 民進黨有接種 我相信大家 新資部 所以那時候 可以說 民進黨 也要重新接種的時候 我會拜託民進黨 回來問他們 他們說 你們又要重建 所以我就是 我前幾天 我曾經有一次 曾經有一次 曾經說 我希望兩代 我希望這個 正在信心會 還要再去問他們 這二三十多年 都問他們這次 你們累了 我拜託蔡英文總統 讓我這個七八那個 累積在西門的那個院 能夠獲得獲得獲得 有聽聞 有聽聞 我不知道 因為那個 基金會當屬六十五十 是中委員工 是那個董燕 我說 我願意去當那個董事長 那個五十十的董事長 不要當官 和這個 你以前都不可以看你有病 要依嗎 要依嗎 要依 我們現在有健保 可以做備帶方案 今天就說 投入賣 科威 要投入賣 健保政府 科威也有健保政府 但是現在有說 你家有什麼 要做 要修繕 要補強 還是要重建 我們有相對的法案 所以我們現在已經說 我們要有一套跟都市更新條例 分流的所謂的老舊建物再生條例 你說重建我不會再生 因為修繕也要納在裡面 因為修繕裡面 尤其是集合住宅 哪有共有的部分 哪有共有的部分 政府不應該去補助 不適合去補助持有的 但是 共有的部分呢 作為補助呢 是合理的 那歸比我們從今時間的問題 這我們都做很多 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第三階段 這幾個作業有種 都很環境 很環境 說起來 尊重 有這環境經驗的人 以臺灣來看 所以我自己要珍惜身體 剛才主角也都會網路頂過來 到沒有什麼都不拿著 是大家都不願意 不願意去看 不是不主要 是不願意去看 不是臉書 這些網站去看 他們問我什麼都不願意去看 這是一陣修繕補強 你看 這裡有環境 就是一陣就是 被政府辦定為半島的 然後我們有一個案子 由臺灣營建研究院擔任 這個專案管理單位 然後這個營聘祭司 就是結構祭司 土木祭司 去幫你做這個規劃設計 甚至做到最後的西部設計 那後頭的 後頭的實質修繕 給你百分之七十的補助 給你百分之七十的補助 這是大家的費用 這以後這個案例可以看到 未來修繕 每一副平均 大概八萬六千塊 所以我有時候想一想 有時候想說 我有一支國民黨執政都是厲害 國民黨執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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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判定半島的人 每一副補助十萬塊錢 我不知道那十二五千塊錢 我不知道那十二五千塊錢 搞什麼啊 你用這送你算出來 很厲害 國民人說你了 我不知道怎麼算出來 不過我用這 送你去計算一下 一方平均五千一百萬 這是他們 他們好像有剝足 家屬他們很緊張 怎麼緊張呢 民民規定說 公共設施的補助 只有百分之七十 你們要負擔百分之三十 而且這百分之三十 要先到位放在銀行專務裡面 然後才可以發報施工 結果 沒有一個祖母 你去問 沒有一個祖母有出過半仙錢 知道嗎 沒有一個祖母有出半仙錢 因為一三十八十 這個 要替他們修理的這些 他們就這樣 替他們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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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棟大樓 需要修理還要多少錢 你細工計畫是公開的 所以 每一個一趟早都知道 這一棟大樓的 的那個 預算多少錢 所以都 用那個 公告的數字呢 去把它包下來 這是 變相的打氣者 變相打氣者 那由於 因為這樣 去訴訟的我一段多 保理的一段多 是我們去訴訟 因為 建議相公 你當初有待遇 沒有 說我 公關這三十八的 這個營業稅 你的地方出哪裏 喔 啊 這個 修理好了 啊 你待遇 帶我出的五八的營業稅 你也要補負 這個 這個 祖母班隊 所以 他們只要用量可 好 好 好 另外 到了 就是這個 個別建築物的採取創建 這都 比較尊於書館的部分 書館的部分 書館的部分 這 可以做的就是 透過這個 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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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大的 蓋養空間的 個別建築物的修善 可以做的才可以 就是最好這樣 我那個專業的簽證費用 可以看 這個廣泛的 得相 走以補助 還是 修善的時候 一後 要補助 就是 大概只能透過 補助 讓這個重建的修善 可以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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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就是這個補助 我這都說過很多次 就是 這 這一次 就是 這一次不見得最好 但是下一次一定會更好 大家都要求加碼 一二月的時候 出金一國一年 八八兩年 這次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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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兩年 在那裡 有了 有.... 有了 你… 有了 呃 我 Ignore 我去櫃 市長 霊 店 是 我跟 headlights 所以這 有的佛音 我們體制就是說 我們體制就是說 就是要盤點 盤點這個資源跟需求 要盤點顧好 靠你公平性跟格子去行 是否有更高 所以每一個在乎我生了 這個政府都要有兩顆大 一個是去救災 一個是要動一時間的 啟動的重建決策 別人所有的人都 都執行救災 這次的台南市集合就是這個 所以另外一個大陸要 要從投票期待 所以說 有兩個副市長應該是這樣 那有一部分在那邊 別人都說 哇 都撞撞撞的 這個救災的工具 這都比較感性的 這有一個 每一家的在乎 尤其是這個中間的工具 這個完全的 四篇獸 四篇獸 要在四篇獸裡面 找到一個評語 但是這個四篇獸 但是這個四篇獸 絕對不是這個時候 就是說 三檔 兩檔一檔 一檔一檔 我們要在這個成平時期 講這個獅子跟獸 先把它找出來 人們大家知道 然後 在那些發生的時期 才來講這個 說這個 我就跟你講 很突然 想你一想 有聲 有聲 是不能被接受 這就是我 這個時候 不斷地被證自己 我覺得 這是 講的 一講無怨無悔 太高調 倒有可能無怨無悔 但是 有怨無悔 整個 過程中 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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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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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一個開玩笑說 做重建 就是 我以前期間的 雖然是關於法華的管管 我都沒撞過十年了 八年的民 都沒撞過十年了 所以我以前只說 重建就是 一個班長 帶一班兵 然後拿了一支卡冰槍 所以很多意義 但是從來不好 因為 這樣讓一個常務車 七十年 哇 說起來不錯 一個真好的 對國人的生命歷念來說 是很幸福的一種態度 可以當時看著民間 要了解政府的合作 所以不錯,不錯的一件事 所以國務卿維持 這些資料都要留意 那些往在上面 這有什麼顧目? 我就很呆板的把這個資料放在上面 這張特審主 不是要查 他為了要查其他人資料 當然還沒有承諾 來我辦公室給他訪達 他說,謝老師,不是捏塔,是訪達 捏塔,我是要去他那裡 他在我那裡就要訪達 他說,我們都幫你查過了 都幫你查過了 他說,你最可愛的地方 就是你到現在為止已經那麼久 還敢把所有的捐款資料 全部放在我們上面 我看他在說,什麼宏會 在NGO的什麼資訊公司 我問你好大的阿嬤這麼多嗎? 沒有一個阿嬤比較多 一塊錢到個位數 所有的捐款流向 誰拿走的錢 都有講清楚 因為我愛純隆化這些人說 我尊重你的價值觀 所以我補助你 但是哪一天如果人家質疑的時候 你要跟我站在一起 因為那個時候的價值觀 譬如說,很多人說我不應該去補助 心理腹 心理腫健 心理復健 那些人 帶這些財民去去那邊那裡 去那邊那裡 特別,你一個健康人 覺得去那邊那裡 去那邊那裡 是很簡單的事情 但是那個時候 我們住民的人 拿出要求說 他們 部落裡面的 那個部落裡面的長輩 一輩子沒有看過海 你聽到白色的 有多少錢 你絕對自己帶這樣 對吧 但是最前間 你可能說 他一逼 怎麼沒看過 所以我說 我現在錢給你 就像他 有一個資本 你的時候 讓我站起來 不是 someone就輸了 所以那請錢錢 自外那裡做 我譬如你10萬 無損你 你什麽資源的利用 但是後面一定沒有人配 我記得沒有人配 因為都空會了 啊 現在還在找衛生 我跟妳阿嬤說 我這還不緊 妳就放下去了 妳不再 靠腰 妳想到 只有我想不去看 十多年來 都說 睡著了 妳不去看 現在是怎麼想到 還要去 嚇倒什麼 所以這就是 我覺得 我很狡猾的事 很糟糕的事 還不糟糕 好 我簡單介紹到這裡 OK 謝謝 謝謝 大家覺得 真是很判斷 大家有一個很大的 感覺是很紛亂 很感恩 因為這個破壞 一直到無界 甚至說 由死到生 我不知道可以說 由出世到入世 其實 現在的時候看這樣 經常有很多事情 其實 非常感恩 我想 再等一句 大家再來請問 我們先請下一個主講者 劉俊佑教授 再來 做一些討件和comment 來 大家好 我們謝教授 也跟我們講他 從921的這個 重建的一些經驗 那這個也可以做為我們 其實這次台南震災的一個 重建的一個 借鏡 那我想 他這一方面 他是專家 那對我來講的話 我想 我在重建 對不對 但是重建現在在社會內 又引申了一個問題 現在變成什麼 因為這次的震災 而造成大家說 啊 我住在一個什麼很危險的地方啊 什麼土地液化啊 等等啊 這個問題 做到人心惶惶 那我要講的就是說 其實這次台南震災 我們從 就是那個什麼 圍灌嘛 圍灌大樓的倒塌 其實從我們的這個專業來看的話呢 它其實是很多個錯誤 或是說很多個不良的想法呢 還有就是天然的想法 天然的災害跟人禍呢 加在一起 所以造成了這個今天圍灌的這個倒塌 我大概想一下啦 其實這一次的地震呢 大家講說 喔 六級好像很大 然後又怎樣離戰陣一樣很近啊 等等啊 以這個規模的話呢 其實它不是算一個大地震 它跟九二一差很多 差很多 那它為什麼會造成這一次的震災呢 其實原因大概有幾個 第一個就是說 這一次它的地盤 就是這個圍灌大樓倒塌的地盤 它其實是一個軟弱土層 軟弱土層 它的土層可能比我們台北還差 比我們台北還差 所以呢 它造成土層本身呢 就會跟地震呢 產生它會把某些波放大 某些波消掉 本來土層就是這樣子 你經過 震波經過一個戒指以後呢 它會有些會放大 有些會被壓力掉 那 基本上 這一次的地震呢 就是這個土層呢 從我的判斷呢 它大概是 一到兩秒的這個震波呢 就是周期一到兩秒的震波 在這地盤呢 它會被放大 它會被放大 那其他那個短周期的那個呢 會怎樣 會被立掉 那再來呢 又加上這個什麼 一到兩秒呢 再加上什麼 加上這個所謂的大樓呢 圍貫大樓它十六層 十六層估計它的 它本身的震動周期也一到兩秒 那一到兩秒呢 又是我們所謂產生的共振 在我們的震動鞋上又產生了一個共振 那共振就加大了它的震動 加大了它的震動 那加大了它的震動以後呢 再加上我們看到 這個 我講的這個是 天然的 再加上我們看到了 譬如說它的軟層 強打掉等等軟層 然後呢 軟層效應 再加上它可能施工上 可能有一些疏忽 所以造成這一次會這麼長 整棟大樓這樣 腰斬 那這個就是本身它 因為這些因素 天災加人禍 天災加人禍 造成了這一個 這一次這麼重大的殺亡 那當然在安平區啊 海邊啊這些呢 又產生土壤異化 那異化呢 其實沒有死人啦 都是防止裂掉而已啦 所以大家就把這一個所謂的這個什麼 哇 這異化好像很嚴重 把這個異化跟這個 這一個所謂的圍貫大樓連在一起 然後接著呢 就把它牽到這個 把這個東西呢 再把它拿到台北來 就是新北 或是台北 或是台北盆地 然後就開始在喊人的 在嚇人的 說 這樣地震來的話呢 它會怎樣 它會至少會有四千棟 甚至有人講說幾萬棟的房子呢 會倒 那這個真的是 我是覺得齁 這個有點離譜了 已經離譜到這種地步了 然後倒呢 我一看就死那麼多人 那這次才倒一棟就死了一百多個人 那如果倒四千棟 倒幾萬的話呢 那不得了啦 那要死多少人啊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就開始很多的這種 講法 哇 台北怎樣怎樣 什麼異化區啊 怎樣怎樣 沒錯啊 台北很多可能會異化 可能會異化 但是我要講的 如果以台南的這種地震發生在台北的話 截類不會說超過四千的這個 大樓會倒啦 會演少於四千的大樓倒啦 我是認為這樣 啊不是 演少於四千的那個建築倒啦 演少於啦 我的看法會這樣子好 那 台北會不會異化 當然會有一些地方可能會異化 但是我要強調一點就是說 異化這一個東西啦 異化這一個東西 所造成的都是只是結構物的損害 為什麼 因為它絕對不會像這個東興這樣的 啪 不是東興 那個圍貫那樣啪 就整個倒下來 整個人都埋在裡面 它不會像這樣子 它如果要倒 也是這樣 異化會產生 產生所謂的這個什麼 不盡情呈現 那這個不盡情呈現的 它不盡情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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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旁邊的你啦 你的那個啦 但是不會 基本上 異化造成人命的傷亡的機會 從國外的很多 國外的很多例子來看的話 造成人命的傷亡是 非常非常地少 非常非常地少 但是 會不會損失 當然會有損失啊 因為你樓一定裂嘛 因為你的黃子一定會裂嘛 基本上是這樣子 黃子一定是會裂嘛 那 你這樣想 黃子裂了 那當然 地震本來就有很多地方會裂啊 當然會有損失啊 但是至少不會說死那麼多人啦 齁 而且呢 會 黃子裂的話啊 就像這一次的那個安平一樣啊 黃子裂得很糊塗啊 它裡面有沒有 有沒有人傷亡 沒有嘛 對不對 所以大家不要為這件事情 這樣自己嚇死你啦 自己嚇死你啦 自己嚇死你啦 不要這樣 不需要這樣子 那當然 我們現在說 好 我們現在開始來做地質調查 開始來公布所謂異化潛能期 資訊要公開 那沒錯 但是呢 即使你的黃子 即使你的黃子 是在 我要講的說 即使你的黃子是在高異化潛能期啦 好 不 高異化潛能期啦 即使你的黃子是這樣子的話 它會不會異化 其實也不知道啦 就好像 我常常喜歡開玩笑說 啊 你的血壓如果有150的話 你就不吃藥好了啦 當然你可以去吃藥嘛 對不對 你不吃藥好了啦 會中風嗎 不一定啊 對不對 啊 其實比較嚴重的 它比較嚴重的事情就是什麼 就是說 你不保養你身體 你不去那個 就是說 不保養啦 你 等等各方面 你就是 你這樣對你的身體 對你的身體會比較差啦 所以我個人是看法是這樣子的 這一次呢 台南政災已經被衍生到一個非常 非常離譜的一個地步啦 啊 整個新聞 因為死了一百多人 大家嚇壞了啦 一棟樓倒了死了一百多人 都嚇壞了啦 對不對 所以大家被嚇得這個人心惶惶 我是認為說 大家不需要這樣子 不需要這樣子 那當然我們要面對問題 台灣是一個地震代 我們面對問題 那接下來要怎麼做 其實台灣是 有很多房子呢 其實是它的品質本來就不好 這個我了解 我們大家必須要了解 那現在要做的是什麼 第一個先把這種大樓 像迴貫這種大樓呢 我們怎樣 就把它怎樣 做健檢嘛 就做健檢 那需要補強的就補強嘛 啊你如果說 真的嚴重到要拆下來 拆掉重蓋的話呢 那就拆嘛 但是我是覺得這種機會非常少啦 非常少 那大家不需要 不需要自己嚇自己 自己免得要這樣扛自己啦 自己扛自己啦 沒有必要這樣子 沒有必要這樣子 那我倒極的 剛剛謝教授講的這個 所謂的這個 所謂怎麼災後的重現這一部分呢 我們要好好的來處理這樣子 那接下來當然 現在既然政府已經講了說 液化潛世人期呢 要公布 對不對 我們就公布 但是公布的時候 也要告訴大家 這是已經 是這樣沒錯 但是呢 它並不代表它就一定會液化了 地震的時候不一定會液化了 大家要有這種想法 要有這種想法 那這一次的政災呢 當然其實也考驗了一次 就是我們的這個所謂的救災能力啦 那台南市長這一次表現非常的好 非常的好 這我們應該給他鼓勵 給他鼓掌聲啦 那接下來就是剛剛講的這個所謂怎麼重建 然後再來的話呢 就是什麼老舊建物的這個體檢 老舊建物的這個體檢 那我想是先從這個所謂的集合住宅先開始 集合住宅到底是 因為裡面住的人很多 所以我們必須要怎樣 必須要 必須要比較仔細一點 老舊的這個集合住宅先開始 那其他的一些公益啦 集成樓 這個其實我是倒覺得這個還沒那麼 除非它是真的已經看到什麼 現在已經兩列會看不出了 不然的話也不需要特別的去做注意啦 已經住在這種地方了 如果沒有 他的技術功能並沒有因為這樣子而 並不會 如果說他技術功能 他並沒有說黃石已經裂風裂得很厲害 強的裂得很厲害 沒有這樣子的話呢 其實我也不認為這個也需要做什麼動作啦 我是希望啦 我們在這個重建的部分呢 我們要好好來處理 其他部分呢 我看政府就把這個公布以後 但是公布了以後 當然要讓人們了解你這個東西 到底它準到什麼程度 再來呢 也要讓人們了解就是說 它本身 並不見得就是說 地震就一定會夜化 黃石就會倒 並不是這樣子 並不是這樣子 夜化的東西呢 我看到現在為止 公布以後就停了啦 就不要再喊了啦 因為那是一個很 不知道它將來會變成怎麼樣啦 那我相信呢 如果說一個很大的地震來 當然有些地方會夜化 但是會夜化的七億呢 當然 現在做地質調查的話呢 大概是可以預測 但是並不能很準啦 就好像我們對地震的預測等等 我們說 哇 在30年內會有怎樣怎樣怎樣 但是也以我們現在來講的話呢 也不是很準 所以 夜化這個東西呢 其實我們可以到現在 不用再談啦 不用再談啦 這個再談下去的話 真的是沒完沒了啦 自己下自己而已 這是我從專業的一個角度來看這個問題 那我們今天非常謝謝 謝教授 還有我們剛剛的陳委員 還有前K委員 謝謝剛才參加我們這個環保城辦的這個 這個環保茶房 我們謝謝副委員 好 那我就大概是這樣 謝謝大家參加 我想我們看看是還有一些Q&A 有沒有大家可以問你 我 好 對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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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因為我之前 我之前推過地質法 在推地質法的時候 那個時候有很多建商反對 他們就是擔心說這個地質法一旦通過 我們地調處要去調查全國地質敏感地區 對 那一旦被公布是地質敏感地區的話 當時本來是想到要求就是說 你只要是地質敏感地區 你的建商就要去做地質專探 他們擔心就是有一些啦 當然有一些很好的建商 但有一些建商就擔心說這樣 這樣他們要多花一筆錢 對 然後當時地質專探是希望說是由正宗的地質學者來做 對 然後這個有一些祭師他們就反對 大地工程土木 就一直認為說他們也應該要有資格來一起來做 對 那那個時候沒有辦法就是為了 那地質法在立法院被嚴格 我記得是超過十年 對 然後後來我跟潘仲安把他們推 對 後來就讓步嘛 就是除了地質的這個專家以外 就是很多很多業界都可以來參與做地質調查 那這個裡面地調所後來有去進行地質敏感地區的調查 對 那也逐漸公佈了 也逐漸公佈了 那時候我們是認為說 這些地質敏感地區包括我們 像我們的土地土壤液化 事實上只是地質敏感地區的一種而已 對 就是說你一旦被公佈之後呢 我政府正式公告的好處是什麼 就以後不論任何建商 這個或者是自己蓋房子 你只要這個 你要去做這個調查 而且要做改良 對 要做土壤改良 對 比如說你是用打樁不行 你要乏事的 你在液化的話 我整棟樓不會沉下去 對對對 因為上次紐西蘭大曆震 不是有一棟電視台大樓 整個垮裡面死了好多那個新聞媒體的工作者嗎 只是因為它那一切是沼澤區 沼澤區然後土壤液化 那整個東大樓就垮下來 我記得那時候有基督城嗎 對 我記得它液化很嚴重 對 液化很嚴重 因為它那一切是沼澤區 但是 倒的話是因為是正垮的吧 不是那個液化 對 就正垮加液化 撐不住 正垮加液化 那我的意思就是說 現在就是說政府公告的話 那之前我有一次上電視台 那季國動就跟我講說 怎麼可以公告 一公告台灣到處都是地質靈感地區 會影響房價 那我後來在這個中廠休息 進廣告的時候 我跟他講一件事 說你不公告 公務員都沒責任 他許可的建造完全沒責任 然後你建商有沒有去做地質調查 也不知道 他有照去做嗎 也不知道 也許那個地質調查是假的 因為有業者跟我偷講說 那地質調查都是做假的啊 做出來都不需要地質改良 那非常危險 但你如果這個地方就是我所公告的 你就是要做 你就是要做嘛 或者是說你調 除非你給我調查以後 跟我很確切地說 我這個地方你的公告錯了 我這個地方是岩盤 你給我公告成是土壤依化前市區 前市區的意思是有可能 有可能 像我們土石流前市區一樣 你中方政府公告以後 我地方政府還要再去現場 做更細節的調查 然後還公告這個地墓 在這個地井的地政事務所 還要做公告 那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說 這個公告對我而言有非常大的意義 你第一名 你的公務員都報到賣了 因為我聽說 當時這個地調所不敢 支持不敢公告的時候 事實上有些地方政府 他們在做公共建設的時候 會偷看 說那個地方是不是地質民間地區 然後他們會做必要的一些措施 但問題老百姓不知道 老百姓不知道的話 他要處一忙 只要建設有做的地質改良不 所以就是說如果道康 公務員跟建商有一些案盤的話 建商沒有好好的去做 公務員一樣把建商放給他 最後出事情的話 建商沒事 公務員也沒事 對我而言 這個對人民是相對不公平的 所以我先稍微解釋一下 好 我們進行有回憶 以現在的法令來看的話 我要講的說 以現在的法令來看的話 所有都需要做地質調查 你如果是集合住宅的話 都要做地質調查 那當然有些地質調查 就像講的他就去買了 對不對 去買 那這個也是所謂專業本身的一個 我要怎麼講 就腐爛了 專業裡面自己本身的腐敗 專業裡面自己本身的腐敗 那剛剛提到說地質調查 那個地質法 地質法那時候大概也知道 就是說有些專業人員裡面 他們為了自己的利益在那邊 在那邊拉扯來 那後來通過了 通過了 其實我這樣講 土木系的人應該是大地技師 可以做這個地質調查 那其他的人也是不應該做 但是現在因為土木技師的勢力比較大 他們就包山包海 他結構也可以做 水利也可以做 然後那個什麼 然後什麼地質調查他們也可以做 樣樣都可以做就對了 他們現在變成是什麼都懂的人 那這個是不好的 這是不好的 那現在公布 現在說好 我們公布 我剛剛一直強調說公布要怎樣公布 公布本身呢 必須要有一個條件 就是說你資料透明以後對不對 你要讓人家知道這資料的來源是怎樣 你要讓人家知道資料的來源是怎樣 其實我們現在所謂的液化潛能器 我就用液化潛能器來講 液化潛能器的這個資料呢 他有鑽探資料對不對 他所謂的鑽探資料是要哪些鑽探資料呢 當然在都會西的話呢 最多的是捷運工程做捷運的 捷運工程的鑽探啦 還有一些什麼公共工程的鑽探 基本上呢 這個鑽探是不是已經很前面了 就是很前面的做 其實這個是擺文靠在那邊 這也就是我一直在強調說你公布資料的時候 必須要讓人家知道你這資料是哪些資料 是哪些資料來做這些刊讀的 這個很重要 這個很重要 那本來 你如果把這些人公布以後呢 人家就很清楚了 專業的人就很清楚了 因為怎樣 因為很多鑽探孔 他有時候離一公里 然後中間就用內插 或甚至到外面去他就用外插 就是我們科學上所謂的外插內插這樣子去處理嘛 那你要讓人家了解說你這個是這樣來的 這樣就好了 那公布 我自認為也是應該公布 那 就是說把這些公布了以後 好 說這樣建商會比較那個 我 我不 我也不敢講 因為你是大面積的嘛 你講的是大面積嘛 然後他蓋這個房子是在一個細部的地方 他到時候把你鑽一個說 我這細部的地方沒有啊 那你怎麼辦 你難道也要他補牆嗎 譬如說 我們知道講說恩子等等 你要補牆嗎 這個其實也是一個大的一個那種 怎麼講 會到時候會有一些增值啦 好 那 基本上現在來看 我們要擔心異化 這個什麼損傷會很嚴重的 基本上都是大樓 對不對 那以現在的建築法來看的話 大樓咧 現在不像這個圍貌 圍貌那時候只挖一層嘛 然後還有下面一個划機 挖兩層嘛 對不對 現在其實都挖四層了 挖四層的話呢 差不多他到哪裡 因為包括下面挖 就地下三層 再加上下面一個基礎 四層嘛對不對 四層的話呢 基本上都差不多十五六米啦 都已經挖到十五六米了 就是所謂的生開挖 挖到十五六米 我講的是至少二十層 現在在台北蓋的啊 二十層三十層的這種 對不對 挖到十五六米 挖到十五六米的時候呢 大概會異化的 這個我們在看啊 因為我們在講異化的時候 都是已經是在比較淺 差不多二十公尺以內 就是深度二十公尺以內的這個土壤才會 應該不是說才會啦 就是說最有可能產生異化的 應該即使你在異化前世期的話 也是這一些 因為你很深的話 因為它土壓很高嘛 所以它不會比較不會異化 那在這種情形之下 在這種情形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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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你也等於是把異化的土壤也 已經挖掉了 基本上挖掉了 那你如果說好 再不放心的話呢 那你就打妝了嘛 把妝穿過去嘛 就這樣子啦 但是打妝是很貴啦 是沒錯啦 是很貴 那我是認為啦 公務非常好 但是要讓大家知道 你這個東西的所謂的這個 我們講的就是說 它到底進度到哪裡啦 進度到哪裡 讓人家有一個專業判斷 因為不可能整個大台北地區 或是整個臺灣地區呢 會有說有辦法判斷異化的這個磚孔那麼密 專訪那麼密 這樣判斷 它一定是 它疑義很大嘛 而且 疑義很大嘛 所以它你要判斷異化的話呢 其實它的精準度本身就可能有一些問題了 你只是用它的情形 所以它為什麼叫寢視期 寢視期的意思就是說它可能 但是呢 而且是大面積的喔 你如果說在一個小面積上 它專案出來的東西可能 它真正像一專案的話 可能得出來的東西又不一樣啦 我 我的看法是這樣子啦 當然 異化會產生很大的損壞 我同意啦 那剛剛講說基督城那個對不對 其實那個當然 我也沒有去研究基督城的那個地震啦 但是我的了解基本上很多都是 像這個墨西哥地震我比較了解啦 很多人都講異化 它也很多異化 墨西哥地震就是我在國克蘭念書的那時候 那個時候 所以我讓所有人比較注意 它還是異化的那個啊 對不對 但是最後派人也出來 以前是個沼澤 蛤 對對一個沼澤 對對對對對 墨西哥城 它還是異化很嚴重喔 但是 真正倒的大樓是怎樣 好像是五十幾棟嘛 五十幾棟嘛 我記得印象是五十幾棟嘛 是多少 十四層到二十五層 就是我剛剛講的那個效應 那個效應 地層 軟弱地層所產生的一個效應 共振的關係 就是地震接過土壤共振一次 再加上再經過大樓再共振一次 然後呢大樓你如果不是好好的蓋的話 那再來一次 那就是倒了 就這樣子 基本上是這樣子啊 它那個是 我記得是 在四樓跟在一樓的關係 都我怎麼一定 啊四就這樣耶 死了很多人 那個是很可怕的 那 異化非常嚴重 但是 有沒有 有沒有最後把原因歸出到異化呢 沒有 沒有 原因規劃是因為我剛剛講的那個 沒有好好蓋 對沒有 就是說它本 沒有好好蓋一個真人禍的部分嘛 另外一個原因是因為天災 就是因為地質的關係跟你結構的關係 正好是 如果你好好蓋公振也是會倒 沒有沒有沒有 其實我都好好蓋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會有公振啊 所以你到台北 你在台北蓋的話 他會告訴你地盤的那個 地盤的周期是多少 你如果碰到這種周期的時候 你就要考慮 考慮什麼 在整個結構的時候 就要考慮這一個問題 就是要考慮這個問題 我們知道啊 就是要這樣子啊 所以 你如果好好的做的話 就不會有這個問題 就不會有問題 不是說 共振就一定會倒 像 像 現在 現在很多那種吊橋 一樣啊 以前就發生過 這個共振 吊橋整個倒了 對不對 對不對 現在就不會啦 Discovery報告 對啊 就是說這種東西沒有 不是說他一定 因為我們工程辦法 工程辦法 一定有辦法去把它解決嘛 處理這個問題嘛 只是你不去處理這個問題的時候 你自然會有問題啊 只是這樣子啊 就你不處理這個問題的話 在工程上 你不處理這個問題的話 你就 房子就會產生這個問題 所以政府的監督 發那個執照 就發建立照就沒有了 對對對 發 所以你現在的大樓 為什麼15公尺以上要 要外省 要結構外省的原因 他其實就在省這些東西啊 那像他 他給你蓋49.9口 那當然啊 那沒辦法啊 是 這個呢 其實是一個 他就規避審查嘛 他主要是規避審查 所以這一個 圍觀大樓就是規避審查 49 他就是規避審查 這樣子 規避審查 就最後 規避審查 其實他如果好好蓋還好 大家沒有好好蓋啊 就這樣子 好 對不起 我 我是 我是傳染水資金保育聯盟 因為剛剛 田委員有講到地質法 那我 我剛好就是要 回應這一件問題 因為在2月4號 地調所他有 其實他在之前幾天是公告了地下水敏感輔助區 他必須做這個地質調查 那地質的報告 地質評估報告 結果呢 所有全台灣的建築師工會 全部穿黑衣服 到地調所開這個討論會 然後全部在管隊說 公告這一個 就說要做地質評估報告 建築師工會 然後 其實沒有反對啦 他反對是要花錢啊 對啊 他所以他才說 這不要公告啊 那結果是 他是說300平方公尺你 而且必須建築師認證的 那個建築 才要提地質評估報告 結果就一堆人在那邊反對 因為林平貞是第一個反對的人 然後我以為只有他 結果那一天是 所有建築師工會都在反對 那剛好我們有環保團體 還有曼立委也有去 結果呢 我們還是站在一個環境保護的角度來講 如果今天這個地質法 再又恢復成沒有牙齒的一個法 那沒差在中啊 所以我們就跟他講說 事實上訂這個法已經說300平方公尺 你要做一個地質評估報告是很好的事 為什麼你們還在這樣反對 那如果萬一又發生了一個大地震或什麼 然後整個地質又出問題 你們怎麼辦 結果在2月4號開了這個會 2月6號就大地震 就是台南那個地震 所以我們是想說 以這樣的 如果今天有這樣的一個評估報告應該要做 就應該要做 不然到時候又說 它建築上可以克服的 我們真的很擔心 然後還有一個問題我想請問 我們會長 你剛剛提到的是地下水敏感區還是地質敏感區 地下水敏感補助 對 敏感區 因為我們現在台灣有五個區域 它已經公告了 然後來要 現在還有一個第六個區域它也要公告 所以 其實地質法是真的 漸漸已經有在探視到這個問題 但是我現在很擔心的是 專業的人 他們就會認為 那不是什麼事情 其實三百坪 就是等於一百坪 差不多一百坪左右 那這樣的一個評估報告 對我們民眾也是很好的事 我可以再舉例我一個親戚 他在做台中梨架花園的中邊的建案 當初也是地質報告寫得很好 那個土拉出來都很漂亮的 結果就像剛剛可能是 評估的人是不是給它亂寫 他也不知道 結果這個蓋下去之後挖下去完蛋了 都是液化的土地 然後水一直冒出來 那個建商真的是 蓋的那個建案真的是虧大本 他們事後他們檢討說 為什麼那個土拉出來都很漂亮 但是真正挖下去就是真的這麼超高 所以 真的不能夠再相信太多這種 專業就是完全對的 我們真的很擔心 另外一個問題我想要請問我們會 因為剛才 剛才你講到一個地質 那個土拉你看 那個沒關係人不要說 不是不要說要知道 要知道 以外 萬物理知道 那要做什麼處理啊 當然怕民眾恐慌 萬物理這部是一段到那裡 你會恐慌嗎 好 你要做什麼事情 要做失望 這個其實 有人那個話 如果現在你要再起床 要新的錢 對 這樣要起床對不對 其實 好 你去做 要做地質改良 或什麼都可以 做很好 你如果廚印在那裡 那現在好好好啊 現在好好啊 對不對 好 那現在好好呢 好 你說要做地質改良 這邊 喔 對啊